中國和印度就當地主權一直存在爭議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文 約見印度駐華大使康德向印方提出嚴正交涉 說中國政府從來不承認印度單方面設立的所謂阿魯納克爾邦 印方安排領導人前往爭議地區損害中方領土主權和權益 違背雙方處理邊界問題的共識 中方強烈不滿而且堅決反對 阿魯納克爾地區位於印度東北部 即是中國所稱的藏南地區 上世紀初英屬印度軍隊向北部擴張領土 以麥克馬洪線作為分界 不過中方拒絕承認 直至印度獨立之後領土垂屬備受爭議 1962年中印爆發邊境戰爭 中國一度佔領那裏部分土地後來撤出 1987年印度不理中國反對宣稱成立阿魯納克爾邦 無線電視記者彼自oz changing how to make this